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 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31岁的莉拉德 也可以算是人生赢家了 在场外不仅完成婚礼 在场内还拿着一元大合同 但即使是这样 他也有不如意的地方 那就是球队至今 仍旧没有闯进总决赛 也未能如愿捧起总冠军奖杯 当莉拉德上赛及季欧赛 打出超神表现 开拓者却依旧被缺冰少将的绝金淘汰后 所有人都认为 开拓者会在球队期大干一场 从而留住莉拉德 然而开拓者的运作 只能用平静来形容 似乎他们并不想留下莉拉德 但其实并非如此 开拓者试图挽回莉拉德的决心有多强 直到现在 他们仍然在自由市场上积极补强 近日他们以无保障合同的形式 签下了马基斯·克里斯 一个在勇士 曾一度证明自己的中锋 克里斯有着很好的挡拆顺下攻框能力 还有着一定的外线投篮技术 作为罗尔基奇和泽勒后的第三中锋人选 克里斯可以比很多人都更好地完成工作 虽然过去几个赛季的高额投入 加上队内老将们薪水日益的增高 让开拓者本身就是被动的 但是这样艰难的局面下 开拓者管理层并没有输入就行 而是努力进行补强 在此前 他们便是在中锋位置上底薪补充了泽勒 相比开拓者前任替补中锋坎特 泽勒没有那么出色的低位得分能力 但他的防守能力无疑要更出色 这也是开拓者非常需要的 其次他们又是积极运作 将小琼斯作为筹码 换来了上赛季在骑士的小兰斯 在第二阵容 他可以和泽勒组成非常不错的内线搭档 相比小琼斯 小兰斯可以让主教练有更多的选择 同样球队也是签下了真正意义上的三地球员斯内尔 斯内尔上赛季在老鹰场均拿到5.3分 三分球民中率56.9 创下生涯新高 他的投篮稳定性日益提升 加长大的防守 要远远好于目前开拓者 除科文顿之外的所有外星球员 这么做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均衡球队 再加上他们也是高薪训业了鲍威尔 可以说 虽然球队没有进行大交易 但是整体阵容确实有着明显的提升 而且他们现在也能够在保证实力的情况下 继续进行大交易 比如寻求利拉德想要的西蒙斯大交易 事实上开拓者在此前不是没有交易的想法 无奈的是他们筹码有限 所以与区路人的大交易一直没有完成 而现在 随着西蒙斯和费城的关系降到冰点 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这对于开拓者来说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消息 他们有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西蒙斯 从而让阵容得到一些提升 而且 更重要的是 利拉德也是明确表达了对西蒙斯的喜欢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 利拉德点赞了自己和身穿开拓者球鱼的西蒙斯的合成图 而在被球迷发现后 利拉德也是没有取消自己的点赞 这无疑证明他并不是手滑点赞 而是心底真的想要西蒙斯加盟 之所以利拉德会喜欢西蒙斯 其实和他想与格林合作一样 他想要一个有组织 有防守搭档在身边 此前 勇士犹豫要不要交易西蒙斯 不就是担心西蒙斯和格林不见容吗 那么如果开拓者和七轮人做交易 方案是怎么样呢 球哥认为 在现如今市场价一度下跌的情况下 开拓者送出迈克勒姆 小西蒙斯 2024年的首轮签 2023年的首轮互换权 以此来得到西蒙斯 当然 又一种情况是开拓者拉来第三方 扩大交易筹码得到西蒙斯 而一旦开拓者和七轮人真的达成这笔交易 那么对于双方来说 或许是双赢 其中 对于七轮人来说 作为当今联盟统治级的内线 恩彼得在禁区内才能完全发挥作用 但西蒙斯缺乏投篮能力这点 致使防守人可以轻易收缩内线 对恩彼得进行包夹 这在上赛季球赛中 被对手屡自针对 如果换成一名有投射能力的后卫 加上小库里 格林 哈尔里斯三人 能够充分拉开场上空间 让恩彼得更舒服的在内线作业 与此同时 换一名常规后卫 也能在党拆进攻时解放恩彼得 在党拆进攻中 西蒙斯更适合做党拆人 而不是控球人 如果二人做党拆配合 对手只需要向内收索即可 不需要顾忌在中远距离放空西蒙斯 如若换成能投篮的空位 那将完全发挥恩彼得党拆后 能内能外的优势 令对方防不胜防 所以 在切勒人得到麦克勒姆后 他能够进一步的强化恩彼得的作用 并且给球队进攻带来更强的冲击力 但不可否认 球队的防守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防守能力远远不如西蒙斯 同样还有就是组织能力 过去四个赛季 西蒙斯都是对内助攻王 场军为队友 创造外线空位机会的次数 也是联盟第一 这一点上 麦克勒姆也是远不如西蒙斯 所以 外线防守能力和组织能力的下降 是其路人在这一笔交易中 必须要承受的损失 反观开拓者 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情况 会发生在两者身上 首先 西蒙斯的身高可以担任大前锋 他拥有208公分的身高 这是标准的大前锋身高 进攻端的西蒙斯需要持球 但防守端的西蒙斯 也绝对可以顶到大前锋的位置 这对于平均高度不足的 开拓者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 其次 西蒙斯的防守在线 两次最佳防守一阵 一次抢断王 防守能力毋庸置疑 对于攻抢手弱的开拓者来说 西蒙斯可以让球队的攻势更加均衡 当然了 也有球迷会质疑西蒙斯和利拉德的共存问题 其实这一点并不是太大问题 西蒙斯没有投射 可利拉德投射能力相当出色 20-21赛季 利拉德三分球704投245中 命中率为39.1% 其中 接球就投三分球 是152投69中 命中率为45.4% 可见 利拉德在接球就投方面的表现相当出色 若是有西蒙斯的冲击 利拉德岂不是要更加轻松 至于关键球 就交给利拉德处理得了 他在关键球方面不输联盟任何人 但究竟双方能否实现共赢 就只能继续等待后续的操作了 如果这笔交易真的能成 那么球哥相信 利拉德不会再有远走波特兰的念头了 毕竟球队已经为他付出了一切 以上就是本期 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 不含糊